不外乎就是那个教学论坛里面 我会放每次上课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今天第六次了 前五次上课的东西 假如说你还是有一点不太熟悉的话 那你可以回去 把它点了之后这边有影片 回去再慢慢看过 因为尤其是城市的东西 你要一下子马上就真的懂 恐怕除非你知识特别 特别不错 或者说你本身就会写城市 不然的话我看应该初学者 那函数OK 函数应该比较简单 可是城市部分我想 还是需要花一点力气 尤其是上个礼拜的东西 的表单部分 你要把那个表单那个做出来 那那个真的是要有蛮多的细节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些东西 我们当然你要把它启动起来 启动的方法两种 OK 所以我如果讲了 你可以马上联想答案在哪里的话 那应该你是OK的 但如果不是 我建议你就是要反物列席 然后尽量能够找一个 你工作上能够用到的一个范例吧 类似的 但栏位不要太多 然后接下来就说 我们要能够把资料输入上去 那所以我前面的流程嘛 就是把这四个输入完之后 帮我填到这边四个 然后面三个是自动产生的 有没有 所以一这个二嘛 然后三的话就把原来资料清空 四的话呢 就让它回到第一个 有没有工作 第一个这个test box 就完成四个动作嘛 那这四个动作就代表上个礼拜讲的那 那个四段的程式 OK 如果你可以 我马上讲 你就可以知道答案怎么做的话 那你表示你真的学会了 但如果不是的话 恐怕你还要再花一点时间嘛 那程式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的学习经验是 真的不用背 不是用背的 OK 你如果真的把它背起来 那永远背不完的程式 太多了 所以尽量理解的 像我的习惯就是 我第一个 假如我要做一个表单的话 我要知道 我的动作 每一个步骤 我要很清楚知道 那我可能就一二三四 也许我可以 把那个步骤 一直先写下来吧 有没有 你的逻辑先知道 反正的话 你要叫人家帮你做 或者你自己要做 你根本连步骤都搞不清楚的话 那你设计出来的东西 绝对会有问题 那你如果步骤清楚 你再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应该大部分就不会有问题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 尽量不要把那个程式 变得越来越复杂 尽量越来越简单 而且你要很清楚每一个步骤 而且不要急着做 我觉得你宁可慢 先把一些东西厘清 像一些逻辑 你要做什么 先厘清之后 你再开始做这个后续的动作 做出来的 比较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尽量不要就是 乱改来改去 改来改去 改来最后 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那是最大的麻烦 因为我发现 很多以前设计的经验 那客户单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然后你就叫你做 做了之后改 改来改去 最后发现 其实他其实也不太清楚他要什么 所以最后我跟他讲说 你就这样就好了 我障碍知道你要什么 你就照着我的方式去做就好了 不然之后我是觉得他永远改不完 那当然就很麻烦了 那应该知道我们上礼拜吧 1234 然后再来输入之后的话 所以我们这边也一一 比如说我这FF Enter 然后Enter Enter 最后我这边其实本来应该要跳到按新增 或者跳到新增再按 那好像最后我们有讲到 按了Enter之后 它可以直接把Enter的动作 把它变成按按入的动作 OK 那应该很有影响 不过最后应该比较赶一点 我要讲 所以你们如果忘记 假设比较没有异象的话 你就再把上个礼拜的影片 我记得好像是 在那个什么 最后Enter 有没有 按下第五段 按下Enter直接输入资料 你就可以把这一段再看过 最后其实后面都有讲 讲的蛮多的 几乎都有讲到 然后 按了Enter之后的话 它资料就输入了 OK 就四个动作 并且我们有做防呆 OK 防呆比如说我举了三种可能性 方法就是它如果没有输入资料 就按新增 要把它挡下来 OK 另外的话 它输入了资料假设是 假如说是 不是零到一百 之间的话要挡下来 或者它还是输入AAA 那也不行 不能够输入非数字 挡掉 有没有 当然其他 它会先check是不是有资料 所以我们先把资料 假设这个是对 这个底下都对 只有这个错 也要把它过滤掉 有没有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把防呆加上去 否则都说呢 如果你没有给它一个防呆 它输入资料就错了 错了之后 你将来还要再帮它找错误 那会更浪费时间 所以如果说你把那些可能它会犯的错误 全部都筛选 全部都把它列一些逻辑判断 写在输入之前的话 那以后呢 你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为什么 因为你得到的资料 就绝对是你想要的资料 而不会说你得到资料总是错误的 然后你在要求 可能客户端那边 或者是其他你的同事给你资料的时候 是要怎么做 它可能还是会出问题 导入怎么样 你干脆给它一个表单就好了 它无法修改 那它只能照着你的方式去做 所以输入成绩也不能一百 一百二也不行 所以按新增 这个 最后好像我那个 零到一百之间的房贷好像没有加 如果说零到一百之间 那个房贷要加上去的话 那那个城市其实云端上也有 我好像上个礼拜可能 最后时间比较赶 所以我们一样 如果要把它加上去的话 那记得就是再把U-124打开 这个打开 那逻辑有没有 第一个我有加 第二个也有加 第三个好像还没 第三个那一段 基本上我又把它放云端上面 所以或者是放在你们讲义 我记得好像 或者你参考云端上面 那可以参考这个 将表单 就是将你是有当资料库来存 出存资料这个部分 那里面的话你往下找 就有我们的城市 如果说有些部分 假如你还是不太熟 像我刚刚的方法一 是直接丢公式 方法二 是处理完之后再丢 那房呆的话有三种 一在这里 二在这里 三的话在这里 那其实如果判断要零到一百之间的话 记得你可以怎么判断 这边有个关键点 如果 因为我要让它不能输入的话 我要找出什么 如果它输入的成绩是在大于一百 如果大于一百 这个情况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或者是什么 小于零 比如它输入负二十 负二十分不行 所以这两种情况 我用偶尔 或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连极部分 这个方向这是一百 或者是这个方向小于零 那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能出现的 中间的话才是OK的 因为这两种情况绝对不可能有交汇的地方 如果不会有交汇的话 那就要用什么 用偶尔 这个要连极 应该可以 应该简单逻辑 那相反以后如果说要中间的 比如说我要判断四零到一百 零到一百之间的话 那你就要end 这个方向end这个方向 那我要中间的部分的话 你要end OK 逻辑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实那个逻辑判断的话 其实除了if if 或者是else if 多重的话 另外你在学会偶尔跟end的话 其实大体上就可以解决你工作上 几乎大部分的逻辑判断 我的经验好像就其他应该都是多余的 因为顶多是两重 是或不是 或者是说是不是之后 ABCD多重 另外的话可能就是说 那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区间的话 那你可以多一个or或end 大概问题 差不多可以解决了 然后如果我要把什么 大于一百 小于零 的部分抓出来的话 跟他讲一定要输入零到一百之间 而且把它清空 并且把游标放回去 那离开这个sub的话 这一段因为时间 上面差不多了 所以我想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去好了 就把它这一段一直到这里 因为其实只要二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因为成绩部分的话其实只有在二三四里面 所以基本上的话二三四里面 所以我就把那一段把它贴到第三个 贴到这里好了 贴上了 刚刚没有复制到 OK 然后再把这一段 Ctrl C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把它Ctrl V OK 那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 假设你程式有问题的话 记得要输入之前 先判断一 判断二 判断三 这三段云端上都有 其实你会发现 虽然看起来程式很长 但是它结构都一样 它一定是if if后面什么条件 为处的时候 才去做这些事情 里面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都长得差不多 一定会跳一个metry box 然后一定会什么 把资料清空 游标再放回去 并且跳离这个sub 大概会有四个动作 OK 所以 但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建议是自己要整理一下自己的笔记 因为每个人盲点不同 说真的 因为有的人可能对这逻辑 可能比较熟悉 他一下就过去 但有些同学对逻辑还是 可能那个功力还不够深厚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花一点时间 把它稍作整理 那可能我没办法帮各位 具体名移都整理很清楚 所以剩下来的你要针对自己比较不熟的 我讲过的 你不熟的 你自己就把它写下来 不然的话 我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知道 可能有人觉得这很简单 可能有些人很复杂 那我要讲过了 你听到了 你就把它写下来 这样的话 那之后就比较能够更顺利的学习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以后都还会不断的出现 我跟各位讲 其实以后写程式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反复反复出现 然后最后如果这三个都OK的话 再来就是做什么 做底下这件事 就是把一二三四把它执行 那这四段其实云端上也有 如果你实在写不出来 没关系就贴 所以这些东西即便没有 没关系 你就复制贴 至少你要先知道要贴到哪里 然后剩下来的 再把它删掉 重新做过一遍 如果你也都可以做得出 我们上个礼拜的东西的话 哇那恭喜你 那表示你应该是有进入状况 这个启动表单 那假如说我今天输入那个H 然后再输入乘期 假如是120 我刚好防呆了 120 这个OK Enter 有没有 它就跳了 而且它会先检查这一个 有没有 然后这个对了 那如果再Enter 它又会检查最后这一个 一样把它删掉 那如果每一个你都检查出来 我跟会讲 这样很多事就一劳有力了 以后不会有人找你麻烦 OK 它该什么东西就什么东西 你真的就是 我觉得就很多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 反而我发现很多同学的问题都是因为 你前面的那个源头都没有管控 所造成的问题 你要再去判断再去做后续的收尾 去做一些帮别人擦屁股的那些事情 如果你前面都空 后面就简单了 我前面有讲过很多例子 像公外局的同学 他之前就是几百个上千个经销商 每次要他们填写一些资料的时候 他就乱填 他每天光检查他们填资料格式的错误 他根本就要一直不断加班 后来他学了表单之后 他就怎么样 把表单做好了 然后跟我们一样 启动了之后就自动跳出来 让经销商自己用填在哪里 填在表单里 他发现这个方法在太好了 他还跑来跟我讲说 老师你这个方法太棒了 他说从此之后他不用加班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照他要求的 而且你也不用特别跟经销商特别讲 反正就填完 资料寄给他 这一下他就把资料做整合就OK了 另外的话还有很多不同企业的分公司 他们来的资料也许要有一个人去整理 那如果源头有控管好 后面事情也都很简单了 那会有发生问题都是源头没有管控好 OK所以这个也许你就把它学 OK之后把它Enter就新增 那另外底下我们有没有 每一个新增都画一个表格框线 这个也是上礼拜讲的 另外还有做什么 甚至还有把那个字的 字的微软正黑体有没有 也把它加上去 还有把它置中也有讲 所以上个礼拜有讲过 如果你还是实际 还是我想应该很多人 应该都忘差不多了 如果你回去没有在看过的话 没有在练习过 应该都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还是回去 建议如果我刚刚讲的东西 你还是识懂非懂 回去再把这个稍微看过 看过就不是算了 还要做过 做过最好是自己找一个作业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时间太短了 所以没办法要求说一个学期还要交一个专案 交个作业给我 不过我是很希望你们自己花一点时间 自己找一个东西把这些东西套一下 然后能够套手 之后的话我想你用起来会更加顺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的部分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待会的话 也再看一下范例党 我们今天可能要再往前推进 就是日期与时间函数 可能要再了解一下 在Essal里面 我们要处理 怎么处理日期跟时间的相关问题 其实处理日期跟时间 真的跟处理数字跟文字不一样 日期跟时间 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就是记录方式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记录方式的话 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出来 所以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为什么不能计算日期 为什么每次计算都错误 或者我要计算时间 我为什么怎么计算都是错误的 原因可能你不了解 它其实是有特殊性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 除了计算日期时间之外 我如果要取得某一个日期的时 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日 像我们好像第一次的范例里面 不是有一个是取得它几年次吗 其实概念也差不多 我们其实还可以再把Test函数加进来 就是说我可以取得年月的某部分 或者我不要用Test的话 我另外可以用其他函数 像一月 这些东西 可以再取得你要的一个日期里面的某部分资料 OK 因为它其实日期还蛮特殊的 它里面其实包含了年月日 那如果说你日期之外 甚至还有时间 所以还有十分秒 那你要怎么分别针对年月日十分秒的资料 把它取出来 那请各位 待会如果把刚刚的上个礼拜的部分 复习过之后的话 稍微再来就是开启那个日期与时间的范例 那稍微看一下 我们待会再来看这个这个部分 所以让我们待会是 back on the other reading